首先提到文化的消息,只是看新闻 不過D-Sing有一篇新聞 翻案,討論新冠疫情 究竟這些防禦態度有什麼問題 有三位,不過很可惜他們是經濟學者 報告指歐美的新冠封控措施封城的問題 其實不是那麼有效的 死亡率最多降低了0.2% 非常之低估 甚至調整了估計 你不封城,好過封城 關於鎖鎖這件事 其實當時中國在武漢出現問題 很快就作出封城的決定 當時很多美西方認為中國這個體制 中國的思想完全不能入漏 於是有很多爭執 尤其是在美國的媒體 包括紐約師傅 我收錄了一些文章 也看到他們說 這是一個中世紀的防禦大流行方式 結果如何呢 結果美國死了百多萬 也說到 回顧2020年 英國採取了一些強制措施 但是他們現在正在推崇典 就叫做瑞典 說瑞典死的人少 就是說他們是自願的最好 這些事情 基本上 重複有重複 其實都是想 堅持花樣東西 是美西方的文明價值 和它所謂的 所有所做的措施 都不能有錯的 不能被視為有錯 中國這個新冠抗疫之後 我們也沒什麼怎麼說 之前最後還在說一段 那些火葬牆都燒到 凹凸了 就是胡亂猜 我們也不說這件事 但問題是 美西方要提出來的一件事 就是說 封城這件事 強制措施這件事 是不行的 很有意向來指向就是 你不是想說 我們最成功的新冠抗疫國家 尤其是這三位 就是經濟學家 不是科學家 當時肺格遜 肺格遜就是英國的教授著名 說什麼中美一體的 各位人兄 他也說到 新冠的死亡人數 可能是 以一個無形推進 可能死50萬 如果你什麼都不管的話 但是 就算加以封鎖的話 這個數字 依然會導致20多萬人死亡 這個數字 但是 我現在找到這些數字 究竟英國死了多少人 其實我最新的數字 就是 我記憶裡面 他至少死亡的人數 都應該十多萬 應該至少 總之 就是在整個新冠裡面 還要打官司 還要打嘴皮官司 還要找一些經濟學家出來說 為什麼呢 西科的文明已經是崩潰 出現了很大的裂痕 新冠是一個煉金石 證明了哪個文明是進步 中國的現代文明 其實已經存在了 客觀存在了 但問題在理論方面 以及建立一個所謂的 術士 敘事 或者是 故事方面 我們還未是承認 為什麼呢 時間短了 如果2020年 整個新冠來說 整個西方崩潰 和不濟 完全是顯露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以民主的方式 就是不禁止別人的傳染方面 我們不用封城 終於就 弄得又不夠呼吸器 又不夠什麼 大家記得那件事 就是說 我們都堅持說 我們中國是逆性國 這些西方國家是逆敗國 因為逆敗國和逆性國 不是我們 而是我們體制 是比他們更加優良 這才是體制 體制 就是屬於文明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為什麼要拿出這個例子 說 現在說 說三說四 經濟學家說 其實你不封城 就死得更加少 人都還未堅持 你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很明顯 就是 作為逆性國 我們還未將我們新冠疫情 整體的理論和 得到 不過這個必然 我們要嫁給下一代 我們中國人 中國年輕人知道 我們在新冠 贏 贏了什麼呢 是一個體制的勝利 無論是在社會方面 我們中間做到一個所謂的 一方有懶 八方就支援 這些情況 其實應該要慢慢去嘗試 這裡不解釋 不說了 首先說 西方文明 所以經常有些台灣人 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 他們甚至不是美國人 經常說 以文明說服 如果我們沒有文明說服 所以西方 現在知道自己的文明是潰敗 所以極力是要拆牆 對於中國的任何成功都要否定 這才是重要的 不是我的小器 你看到的 所謂文明 其實文明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一個階段上的產物 譬如你這樣說 就是說 我們上一代的文明 就是西方的文明 正正就是現在西方的國際別墜 以及他們的經濟科技 現在的體制 現在的管理方式 因為當時就是 這個文明已經改變了 我們已經是能夠 可以有工業革命 我們可以去軟洋 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們甚至做這個所謂的殖民 以前的文明來說 你有工業革命 或者你很發達不關我的事 例如在南美 或者在非洲國家 我們自己的文化 我們自己的適應方法 我們做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沒有關係 和你世界任何一個生存的關係 沒有關係 你多厲害 你都不關我的事 你就是這個殖民主義 來到就是拆散了別人 滅了別人的種族 無論你是用這個傳染病 或者用這個武力也好 這個文明就改變了 就是你已經不再孤立於 一個世界的社會 你必須成為全球化 工業化 這些體制 那為什麼現在西方的文明 滅敗呢 就是西方的文明 當然目前他們依然沒有 減少殖民主義 就是殖民的意識 殖民地擴張的意識 不過他們 改變了 推動民主自由 整個西方的文明 所謂的 他們適應了全球化 工業化 這件事 是他們很成功 就是過去的200來 但是問題 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馬克思的問題 馬克思提出的事情 就是他們現在接受 現在西方的文明 和擴張 依賴一個叫做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最重要的底韻和基礎 就是 自由市場 所謂自由市場 很多傻子傻女 讀完普世價值文明 就以為 整個西方文明 是來自民主自有 或者受到民主體制 就是選舉制度 並不是 整個西方的民主體制 最特色的事情 就是 保護利益階層 保護資本集團 這些保護不行 實際上 當時如果在這個 封建文明裡面 中國和王族 這些人都是廢的 又不懂得做工廠 又不懂得做生意 又沒有野心去擴張 即是去做大海洋時代 他們做不到這個魄力 唯有一些資本家 利益集團 所以整個西方的文化 或者整個經濟制度 就是保護這幫人 你就當作普世價值 當然 實際上現在的普世價值是這個 所以美國美西方經常 為何這麼嚴肅地跟我們說 千萬不要搞亂黨 但問題是 你現在的問題 就是 你美西方的文明 將會終止 不是因為你什麼 而是正正因為你這個民主制度 和自由主義社會 我也說了很多次 就是因為你資本主義的邏輯 永遠是貧富懸存的 不斷加設 每一次 經濟一定是有他們的循環 一定是有衰有榮 中間譬如說 中國就很成功 有八戰危機 都走過了 怎樣我們在 逆周期去對抗 所謂的產能過剩 這些所謂的 我們有了這樣的實力 有了我們的計劃 去改變了幾次的 很重大的經濟的逆轉 西方明顯的方法都是 貧者越貧 富者越貧 簡單的例子 我不是跟你說口號 美國為什麼有這麼多白人去支持特朗普 就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空洞化 為什麼美國的工業空洞化 就是因為資本家和利益集團 如果可以做得更加便宜 更加減低成本的工作 那我就在外面做 你關我什麼事 我是你親戚嗎 我有責任養你嗎 這個體制主義 因利益集團 members 在資本指援自由 Philippi 只是這麼做 你不能挑戰它 就是這樣 文明是這樣的 文明讓你貧富出來 文明是有在日風的知識 你很有信服美貧民之義 我只是在不同的福祉平洞 你還在幻想自己努力 好像某人那樣 朝早4時升起的 五點鐘就開工 那我就可以成功了 先問問你爸爸是誰 先問問你姓什麼 美國不相信 不會問這件事 總之 爛街烏地 就是你的能力問題 都要當這些是文化 宣傳出來 所以這就是文明 還是美和西方 它是要整個整個體制 美和西方的工業主義 工業革命和民主自由 這是上一代的民主 因為你本來再支持下去 你繼續要用民貧富懸殊 繼續要用 譬如說 我要做生意 我要追求利用 所以很多白了就失業了 本來是很好的 有車有樓 完全沒有 沒有人詞 當然我信服了 這是死亡大義文之義 但問題不可能再起到增長 最大問題還是說 你美國走一走是你的事 你美國已經不是主流國家 不是第一的國家 未來來說也是 中國做了這麼多次 成功逆轉走期 去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 所以中國現在是有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我再用你的方法去減財 所以有一個中國的模式 或者叫中國式現代化 我們減少了貧富懸殊 不是叫貧富懸殊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說這麼多東西 都是要說清楚一件事 就是中國的新的現代化 必須和馬克思的方法 是要貫通的 我說得就是馬克思 一早說到你的社會主義 和你的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 一定不能夠維繫 但是你一定預告了 預告了你一定會滅 真的會滅 無以為計 你又如何 再印了 再印銀子 再割韭菜 再找這個葛元歐洲的韭菜 你割哪個韭菜 割中國韭菜 你有什麼本事 這個文明已經是崩敗了 很明顯為什麼全世界醫療支出是全球幾個現代化國家的GDP總和 你都搞到百多萬人死亡 你還在有顏面去說這些話 封城不封城 你還在想說自己的西方體制是優越 這個其實我也知道這是引子 這是新聞來的 這位科文哲 非常囂張和值得我們啟示 有啟發性 科文哲說他去完美國訪問 再去完日本 去開參與 他竟然去完訪問完美日之後 他就放話說我不會見中國的高層 即是大陸的高層 他們一向是中國 他們台灣已經是台獨 甚至是美國人 美國是代理人 科文哲說 訪問期間他指出 美國既然相信普世價值 就應該相信大陸能夠被改變 普世價值 大陸能夠被改變 這個就好像是和平演變的口徑 他希望美國不要放棄改變大陸 就是很明顯的 默相成的冷卻思維 就是希望和平演變 他說要用這個所謂的現實力 這個所謂的現實力 這個叫做顛覆力量 去協助中國 大陸進入文明的世界 他網稱 如果政治改革不能夠與經濟改革成就齊頭並進 這個經濟改革最終都會喪失 所以大陸就不能夠維持一個高增長 所以明顯他講到什麼叫做文明 就是說現在就是美西方的那一套 那一套自從這個孤兒革命的成功 改變了王朝 建立了所謂的民主自由的製造 一個民主自由 我告訴你這個叫做維繫有利益集團 和資本家的壟斷和統治的一個方式的模式 不是什麼高大上下 沒有人拿出來說 我這些就是民主自由 美西方這件事 所以台灣是很好吃的 甚至沒有一位台灣的作家 什麼叫做用文明說服你 我就用文明說服你 因為新的文明將會取代舊的文明 當然了 柯文哲或者我所說的那位台灣的名人 他們很覺得說 美西方的文明是不會減退 不會消滅 但沒有辦法 正如這個 青銅時代 一定是被現代的所謂的歷史 或者是不同的文明會取代 你讀這個歷史也知道 如果你是當時是草間的文明 後來就去到這個 有青銅年代的所謂的戰爭功佛 那你就會改變了 這個就叫做文明 就不是說你比較有型還是我比較有型 但是中國的《中國式現代法》 就是很好地地 明明顯就是一個 新的文明 的說話 即是那一套的 敘事 文化 你不希望我可以幾分鐘都告訴你 因為它繼續在發展 現在還叫做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之前說過給大家知道 就是習近平 繼他去年推出 《中國式現代法》之後 現在就是日前 六月二日 他在《中國式現代法》裡面 提出要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 所以要先找到文明的本質 所以說什麼叫文明 就是未來如果我們能夠讓這個世界 有一個共同富裕 有一個共同發展 更加好的未來的話 我一定需要另一個文明去取代 現在的所謂普世價值的文明 不是什麼叫民主自由 就可以叫做改變了所有的東西 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就叫做不文明 這些就是不文明 這些就是所謂的那些 台灣朋友 優而為之的論述 好了 美西方也是很敏感 很意識得到 就是中國的文明 那個體制 將會取代他們 美西方那套 他們很敏感 說一點點 他們都會聞其歌 就是可以知其意 最近習近平 他們說習近平的語錄 就是入了這個高考的題 引發爭議 當然他當然是用這些中國人的口 來跟你說 其實他就是這把口來跟你說 為什麼你還會用這些習近平的語錄呢 現在你中國很行嗎 有什麼不行呢 失業率高漲 學費又高漲 現在差不多1300萬人 加入你的高考 考完高考入到大學的話 你又沒有什麼事做 中國文明的潰敗 中國文明的失敗 甚至不會覺得中國已經有文明 看一看 這個題目 其實都挺挑剔的 有新聞看到 他說 教育部命題的全國月卷 不要說這個 這是其中一個作品部分 提示一點 就是說 催滅別人的燈 並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 難擋別人的路 也不會讓自己走得更遠 其實明顯就是 另一段就是 一花獨放不是春 百花齊放滿 春滿元 如果世界只有一種花 就算這種花在尾也是單獨的 明顯就是習近平的語錄 他們覺得這件事當然有錯 之前 習近平真的在中國共產黨 和世界政黨的對話會裡面 提出這個觀點 很明顯就是 就是打破這個所謂翻面主義 我們不是吹捧自己 這真的是未來的新文明 未來的新文明 不能夠再催滅別人的燈 所謂不是 什麼叫催滅別人的燈 以武力 以國家力量 去改變別人 去利益自己 這種叫殖民主義 這就是催滅別人的燈 過去的文明 你不會讓人走得這麼遠 走到2020年已經止步 2020年一個很重要的分界線 就是新冠 和新冠之後 現在中美已經是較量 你認得走得遠 另一段說 一花獨貨不是春 明顯 單邊主義不可能 未來是多極世界 那就是百花齊貨滿元春 就是說 我們要非洲、亞洲、中亞 完全都要發展進來 現在美西方的文明 就是約束著一些非主流的國家 中亞或者非洲 不讓它發展 或者有利 就會割裂韭菜 甚至是搶掉別人的知識 明寧寫 他就是催滅別人的燈 這個是舊文明 所以說今次 這個這樣的 習近平語錄 入了一個高考題 你聽到西方媒體這樣 罵這些 什麼叫做文宣 你那些教壞小孩 我告訴你 香港教育界的人士 我麻煩你聽清楚 你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是怎麼做中國文明的建設 不要說香港沒有這個責任 香港不會做 建制派如是 教育界如是 有沒有反應呢 什麼叫做中國文明 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 是剛剛開始建設 就是我們的話語權剛剛開始建設 也是 未來的教育 未來的年輕人 需要用這一套才行 不是的話 你就不兼容了 你做一個叫做 中國的香港人 還是香港的中國人 2014年2019 你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不做什麼時候做 有聲音可以引導導論 沒有 香港這麼多學者 大學機構裡面 這麼多有識之事 有沒有人可以組織 有沒有人可以動員出來 去做這件事 那些東西 大明大放 百花齊放 收起來 告訴你 我們正在做 我再清算一下你們的意見 我講了很多次 算我不客氣 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